大家好,我是Raison Raison老哥 中国的北方 有一种文化 叫做澡堂子文化 在北方人眼中 水区中堂的澡堂子 是他们居家旅行必备 闲聊闹磕 放松身心的粮食义友 可对于第一次进澡堂的南方人而言 这简直是他们活了小半辈子 面临的最大考验啊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走进澡堂 在迎面一堆白花花肉体的冲击下 大多数南方人 还是选择了落荒而逃 而Raison作为一个北方人 自然是对这种南上加南 左右为难的场景 司空见惯 但澡堂子中有一样东西 却让Raison都曾感到惧怕 它就是泡澡的浴池 北方人去洗澡 为了更好地搓下身上的泥垢 一般都会在一个装满热水的大池子里泡一泡 这可以说是北方澡堂子文化的一个必经流程 有些店家会选择在池子里 添加一些蓝色的消毒剂 加得少到还好 池子里的水是一种淡淡的蓝色 还挺赏心悦目的 但是加多了的话 池子里的水就会变成紧似大海的深蓝色 而小时候的Raison 在面对这种深蓝色的水池时 就迟迟不敢下脚 一方面是因为烫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想象力着实丰富 总觉得水池中好像有鲨鱼在有意义 下去后很可能就会成为鲨鱼的美餐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挺傻的 但当时确实给Raison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而这种对于深蓝色水面的恐惧 其实就是深海恐惧症 恐惧症又叫做恐怖症 是指对某些特定事故 产生强烈和不必要的恐惧情绪的一种心理疾病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疾病 几乎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恐惧症 而除了深海恐惧症之外 我们耳熟能详的 还有密集恐惧症 恐高症 幽闭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等等 而维基百科中 目前关于恐惧症的收录 已经接近200种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恐惧的刑警和事物 当恐惧症发作时 我们会有焦虑等各种冲撞 并且有反复或持续的回避行为 明知道恐惧不过分 不合理或不必要 但自己无法控制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各类恐惧症的合集 欢迎大家对号入宋 话不多说 证文开始 深海恐惧症 是指在看到深海图片 海洋生物甚至深蓝黑色时 就会产生恐惧 发作时会出现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流汗 震颤 头晕眼花或昏倒 胸闷作呕或胃部不适 严重时还会有窒息感 思维紊乱 神志不清 有大量对深海恐惧描述的内容可以发现 深海恐惧症患者焦虑的原因 大多是他们认为 自己无法从深海这样优深的环境中逃离 或是感觉深海的环境中 存在着难以抵御的威胁 进而影响自己的心底 瑞森为什么会对澡堂子里 深蓝色的池水感到恐惧 后来瑞森仔细想了想 一方面应该是因为小时候 看过类似于大白沙之类的电影 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 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深色和未知的恐惧 因为如果是浅色的池水 瑞森就可以大胆地走进去 选择恐惧症也被称为选择困难症 选择恐惧显而易见是不自信 和逃避责任的心理 缺乏自立意识 害怕失败 患上这种症状的人 面对选择时会异常艰难 无法正常做出自己满意的选择 在几个选择中 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 很恐慌 惊慌失措 甚至汗流浃背 最后还是无法选择 导致对选择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恐惧 其实选择困难症 大家普遍都有 只是并没有达到处罚焦虑的程度 大多数有选择恐惧症的人 是因为没办法确定 自己内心最重要的需求 无法达到心理平衡 比如 现在最常见的 应该就是在点外卖方面的选择困难了 商家太多 实在是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恐高症 又称聚高症和微高症 是指对身处一定程度以上的高度 感到恐惧 正转为在高处时陷入恐慌 呼吸加速 手足无措 无法对周遭事物 做出正常反应 而呆在高处下不来 除了视觉造成的效果 从高处落下的体验 如云霄飞车 也会引起居高症的发作 这样的情况下 人会感觉到腿部发软 呼吸加快 体液分泌变多 手脚大量出汗 头脑发晕 乏力等感觉和症状 但离开该视觉环境后 上述症状多数会迅速减轻 说实话 瑞森本人是有恐高症的 像游乐园中的过程车 海盗船 跳楼机这些项目 瑞森是从来不玩的 但最奇怪的一点是 当瑞森不得不到达高处的时候 却反而有一种 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可能正是这种 不知从何而起的冲动 才让瑞森恐高吧 幽闭恐惧症 是对密集空间的一种焦虑症 患者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电梯 车厢 隧道 或者机舱内 可能发生恐慌症状态 或害怕会发生恐慌症状 反过来说 容易恐慌症发作的人 通常也会产生幽闭恐惧症 倘若在封闭的空间当中 产生恐慌 他们会因为担心 无法逃离这样的情况 而感到恐惧 幽闭恐惧症患者 可能会在室内场馆 戏院 或电梯中 感到呼吸困难 像其他许多病症一样 幽闭恐惧症 可能照应于 孩童时期的闯伤 密集空惧症 又称密孔型空惧症 密孔物体空惧症 密集综合症 或是多孔空惧症 它的主要症状 是对排列密集的 相对小 或是有孔动的食物和敏感 如池塘里的青蛙端 蜂巢 及密密麻麻的小点等 其症状是看到 或想到密密麻麻 聚在一起的东西时 就会觉得感到恐惧 恶心 反胃 头晕 头晕 头皮发麻 起鸡皮疙瘩 轻重程度 因人而异 而克服密集恐惧症的方法 其实也简单 多看看密集图片就可以了 比如搜索连蓬炉 空手指 屁虫狗 传区等 重大提示 如果没有心理准备 请千万 千万 千万不要搜索 巨物恐惧症 就是极次面疑次 对那些游戏取代的物体 感到恐慌 就比如今年东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出现的 那颗巨大人头 就让一些观众 直呼我的巨物恐惧症犯了 其实人类对巨大物体 存在一种本能的情绪 这种情绪 未必是恐惧 也有可能是震撼 因为自身渺小 和世界博大对比之后 产生了复杂情感 而这种情感 更多的被一些艺术作品所利用 比如东西方的宗教 都有利用巨大的人像 来营造敬畏感的做法 但瑞森在旅游的过程中 对那些有着神明塑像的供典 是从来不尽的 就是因为这些 或慈祥 或怒目 或面无表情的塑像 总令瑞森感到一种 莫名的恐惧和阴冷 社交恐惧症 有名社会焦虑症 人群恐惧症 简称社口 是一种对任何社交 或公开场合 感到强烈恐惧 或忧虑的精神疾病 社交恐惧症 是恐惧症中最常见的一种 约占恐惧症患者的50%左右 患者对于在陌生人面前 或可能被别人仔细观察的 社交或表演场合 有一种显著且持久的恐惧 害怕自己的行为 或紧张的表现 会引起羞辱或难堪 真正的社交恐惧症 会导致无法承受的恐惧 严重的案例 病患甚至会长时间的 把自己关在家里 距离来说 最普遍的社交恐惧症 是公开演讲恐惧症 是对公开演讲或表演的恐惧 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切场 除了以上几种 我们常见的恐惧症之外 人类对于事物的恐惧 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比如洗澡恐惧症 就是对洗澡 洗涤或清洁感到恐惧 广场恐惧症 对于公共场所感到恐惧 过马路恐惧症 对过马路这件事感到恐惧 还有金钱恐惧症 贫穷恐惧症 不行恐惧症 战力恐惧症 单身恐惧症 人类恐惧症 独处恐惧症 镜子恐惧症 食物恐惧症 颜色恐惧症 上学恐惧症 666恐惧症 电话恐惧症 恐男症 恐女症 漂亮女人恐惧症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人类恐不到 说了这么多恐惧症 到底是矫情 还是真的恐慌 那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有的人本来没什么感觉 反而是在听到别人说起后 有了恐惧感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恐惧来源于人类自我保护的生理本能 人类之所以能从数一年的 物景天色中生存下来 并站在食物脸的顶端 可以说 主要是恐惧情绪在起作用 对具行猛兆的恐惧 让人类懂得趋利避害 对疾病的恐惧 让人类在疾病的治愈领域不断前行 起而 一些特定的人群 他们对某些事物 有着不同程度的恐惧 这些恐惧 有的是与生俱来 有的则是后天行程 也许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 有的学者猜测 密集性恐惧症 可能具有一定的进化基础 乘错的恐惧 之所以令人厌恶 是因为他们碰巧 与危险动物 有相同的视觉特征 而人类为了生存 已经学会了避免 具有这种特征的物体 换句话说 如果图片具有这种光谱特性 即使不是有密集恐惧 俗称的 也可能有发类似的厌恶情绪 如果你实在觉得恐惧 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的话 那么就是时候 搬出那句治理名言了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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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